敬禮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師 十六世大寶華王卡瑪巴 圖登達吉上師 敬禮譚成諸尊 師母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各位同門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做蓮花童子覆謀 那麼蓮花童子有附魔開始的時候 這個附魔祖尊 他就在這裡了 好像每一次都是這樣子講 但是確實他已經來了 那麼我們做附魔呢 這個演化所印以後 就結蓮花童子的所印 那麼觀想這個蓮花童子 十尊跟佛三則合一 就在附魔佛裡面 這時候有三度的在一起 那麼三度的離開 三度的來 三度走 其實來氣很自如 他一進來 那麼就合一 跟佛 跟蓮花童子 跟師尊 那麼三則都是合在一起的 其實根本就沒有來 也沒有去 本來就是在一起的 那麼為了要度化眾生的緣故 所以他視線來跟去 為了度眾生 所以才視線來跟去的 本來都是在一起的 那麼我們接續昨天晚上 談到這個interview的事情 那是一個笑話 來一個人去應徵 去應徵當保鏢 那個人就 那個主管就問他 你有沒有經驗 他看一看旁邊 有一個剛好有一個很 最信心的人走過來 他就開始用擒拿手 把他擒住 再給他一個過肩摔 再一腳把他踢出門外 你說我這樣子 可以不可以當保鏢 那個主管一看 哇 不得了 這個是 這個功夫高手 當然有資格當保鏢 那麼他就要見總經理 那個主管就講說 那可能要等一陣子 因為他已經被你提出去受傷了 那個總經理被你提出去受傷 現在我們在講一個interview的這個事情 一個董事長跟這個總經理 他們要interview interview的對象是總經理的秘書 哇 就來好多人了 當總經理的秘書 還來了好幾個要考試 這個他們出了一個問題 給這些來應考的人回答 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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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應徵的,interview的時候,一個應徵的就講 那我們當然聽董事長的啦,董事長最大,一定要聽董事長的 那第二位就比較現實一點 他說我要聽總經理的 因為我是他的秘書啊 他發薪水給我啊,我就是要聽發薪水給我的這個人 第三位就比較機靈一點,好像資歷比較高一點 他說我要隨機應變 我要隨機應變 哇!那其中第四個人一聽隨機應變 他就講說,我要聽董事長的 但是我也要聽總經理的 他說,兩個人意見互相矛盾 你怎麼可以聽兩個人呢? 那第四個人就回答,那一個人聽一半 這也不對啊 這個問這個第五個應徵呢 第五個他就不講話,他站起來 他就是悄悄的對著總經理講 我聽你的,然後又跑到董事長那裡去 然後又跑到董事長那裡去 也悄悄的講沒有給人家聽到 我也聽你的 我聽你的 那個結果呢? 就是這第五個喔 第五個他被險傷 現在我有一個問題問大家 這個師尊的意見 這個師尊的意見 有一個意見 師母有一個意見 西雅圖雷仗寺德輝上司有一個意見 中委會的那個處長 那個組長 他也有一個意見 有四個意見 請問你們 你們聽哪一個的? 你們都聽我的啊? 你們這個是安慰我 因為你們從來不聽我的意見 因為你們從來不聽我的意見 你們大部分也對於這個中委會的組長 應該講起來 應該講起來 中委會在師尊師母都不在的時候 只要聽中委會的 師尊師母都不在 他們兩個都已經沒有意見 兩個都不見 兩個都不見 靜悄悄 那就聽中委會 那中委會呢 這個組長他也不見了 三個都靜悄悄 那只有聽德輝上司的 其實你們聽我的 其實是安慰我 師尊也是聽師母的 這個是笑話 那麼今天我們 做這個蓮華童子的這個附魔 他有好幾個灌點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就是 最蓮華童子 最速捷往生法 這個很重要 你知道這個行則 我們每一個人 剛剛談到這個靜悄悄 當然也有一個笑話 靜悄悄 那也是陳傳芳講的 陳傳芳講的是這個樣子 好像有三個 三個女婿 去給夜婦夜母 拜壽 那麼夜婦夜母 就叫她說 反正你就是要 講一個那個 打油絲 要做絲 那麼絲裡面 有什麼呢 有所謂切一口 袁又元 Sofia 一樣的 就是這四個 第一個詩人 他就講 滿天 滿天晚上的夜亮 这个十五页的页 圆又圆 这个到了二十号 农历二十号 他就切一口 就切一口 满天星星静悄悄 满天星星乱糟糟了 一到了清晨 一到了清晨 就静悄悄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月亮也没有了 星星也没有了 他就一切都静悄悄了 这个诗人做的诗还不错 还有一个女婿是卖烧饼 他说这个做烧饼起来 颜又圆 这个咬了一口 他就切一口 掉了一地的芝麻 就乱糟糟 那么把烧饼吃完了 就静悄悄了 这第三个 他比较那个 可以讲就是 比较没读什么书 做不出那么好的诗出来 看到这个张母娘的脸 张母娘的脸啊 颜又圆 那么 这个夜妇夜母 死来一个就切一口 切一口了 这个 扮起上事 就乱糟糟 这两个都死了 静悄悄 这个是静悄悄的 其实在我们修行人来讲起来 死不算一回事 死的确是 每一个人都要死吧 总有一天等到你啊 很快的 那我年轻的时候啊 小孩子的时代 印象还深 我以为我在台湾 可以飞房腾达 那38岁 也没有什么 结果到了美国 弄了一个生活中 弄到现在呢 一下子 38就变成60几了 我一看 那些亡者的名单啊 有50几的 有60几的 有70几的 很多70几岁就走了 我想我自己来日无多 要修罪术节 这个 往生法 告诉大家 一定要修宝瓶器 这个法还是要跟宝瓶器有关 它的正行啊 在你临终的时候 你快要走了 你知道你已经不行了 快要走了 你用最后一个念头观想 观想 观想莲花 花雷 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呢 用自己的 昼日 平时的 Home Om Om 阿 Home的Home Home 字 蓝色的Home 字 把出入口啊 把你人生的出入口给它轟住 要轟住要轟住七个孔 七个孔 就是把眼睛安轟日 两个眼睛都安轟日 两个耳朵都安轟日 两个鼻孔都安轟日 包括你的嘴安轟日 包括你的季伦安轟日 包括你的小便口安轟日 包括你的肛门安轟日 你说几个 七个 到底几个 十个 OK 你讲十个 我讲七个 我讲七个 你们怎么讲十个 因为两个眼睛 是昼日 没有错 昼日 但是呢 两个眼睛代表一个 两个耳朵代表一个 七峭 就叫七峭 七峭把它安住 留个顶峭 不要安 那你这个心里面 心中又有一个蓝色的轰日 那是你最后的一个蓝色的轰日 代表你的心气 一般人就讲说 那就是你的灵魂 我们佛教讲 这个死气的人就是你的中阴 中有 在我们有修行的人来讲 就是你的心 你的事 你的心跟你的事 蓝色的轰日 在你的心迹 这时候啊 你吸最后一口气 吸进来 吸进来 最后一口气 保瓶气 然后这一口气 推这个 进入中脉 推这个蓝色的轰日 心跟气合一 直接从顶峭这里出来 看住这一斗莲花 当中的发雷 你用弓箭式的射法 把一推 好像射箭一样 就射到这个莲花的发雷里面 这样子你就往生了 但往生到哪里呢 就是往生到佛国净土 因为这一斗莲花 就是你的莲花化生 什么叫做再来人 再来人 再来人 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 把所有的七窍轰住 只留顶峭 平时训练好的平气 进入中脉 心气合一 把它往上推到顶峭 最顶的顶峭 那时候的观想不是莲花 不是莲花 因为莲花是到佛国净土去 所以观想是观想 你性的子宫 你性的子宫 你平时我们现在 坦白讲 我们对你性的子宫 不是很了解 这个女生大概也了解 自己的子宫的形象 但是那个子宫 他必须要用很强烈的白色的光出现的子宫 你才能够进去 就是用你的室去观察 妙观察室去观察 观察到这个一个非常白色 而且亮丽的一个子宫在那里 然后你把你自己的心气由顶峭出来 投射到那个子宫里面 一定白色亮丽的 你就出生为再来人 你下辈子还是一个修行人 这个就是佛佛 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子宫是红色的 放了红色很闪耀的光 那么你把你的心气由这个天门投射进去 你就是Bill Gates的儿子 就是生长在富贵人家 富贵人家 保证你一生一世都用不完 而且你有可能未来可以当上总统 那个是红色最灿烂的 是富贵的子宫 白色最灿烂的 白色最灿烂的 是修行人佛佛的子宫 这个就是夺舍法 密教里面有夺舍法 密教里面有夺舍法 这个就是夺舍法 我们往生到化身的莲花的花雷 就是到了佛国净土 这个就是夺舍法 这个就是夺舍法 要到净土去就是要这样子 如果是你的本尊 拿着白色的莲花来 那更好 各色的莲花都有 金莲花 云莲花都有 各色的莲花都有 所以你的射招的能力 平时你观想跟你的射招的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发扬出来 你平时修来的宝瓶器 就在这个时候可以用得上 你平时里面 经常把气进入中脉 你的这个心 你知道看见了这个心 这个时候都用得着 最不行的就是说 你的灵魂出来了 那么你灵魂里面还想到你的本尊 你的中阴出来还想到你的本尊 这个时候它出现了 本尊出现了 你如果能够接近本尊跟本尊融入 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到净土去 你的附法出来了 你可以融入你的 你可以融入你的根本尊融 你可以融入你的根本尊融 你融入你的根本尊融 保银器没有修 本尊法也没有成就 平时你也没有念奏 也没有念佛 也没有修观想 什么都不成熟 这个时候是什么状况 就是你晚上做梦的状况 你死的时候 中阴出来就是在做梦 那么你跟着梦走 不知道是梦 你走到哪里算哪里 你那个时候你心里没有上师 没有本尊 没有护法 你到处游荡 借着你的阴言 你有什么阴 什么阴 你要变成猪 变成狗 变成猫 都是随你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早上 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在问 如果有一天早上 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发觉你自己床上躺的 不是你 而是床上躺的是一只猫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是要考验大家 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很多的职场 interview 问你一个问题 老板就问 如果你明天早上 你发觉你已经变成一只猫了 你怎么办 你如果能够回答的让老板非常的满意 那你就录取 你回答出来的 老板觉得你没有什么创意 你interview就失败了 现在很多考试是考这样子的 现在很多考试是考这样子的 你只是逛个顶 你只是逛个顶 就了了 听完话回去就马马虎虎了 有一天啊 你醒过来真的变成一只猫啊 因为这是阴言 你有什么阴 就会变什么阴 随着阴言而走 就叫做六道轮回 所以千万记得今天要灌的顶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莲花关会 莲花要想出来 当你最后的一口气啊 把你的心 是 心气啊 冲出顶峭的时候 能够射入这个莲花的这个花雷 就决定往生 这个就是最速解往生法 所以我们保平气也要修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要见到这个道 见性了 见到道 保平气也要修 懂得轰住你的蹊跷 离开 离开 当你离开的时候 从顶峭出去 这样子懂了吗 这样子懂了吗 火锤 自己不需要 不需要 脚 不需要 东西 可